你知道自己买30块白芝麻能做多少芝麻香油吗 我这里大约是1公斤的量 先把买回来的白芝麻洗一下 锅记得要用导热比较好的大铁锅炒起来会比较快 可以炒得稍微焦和一点更容易出油 鱼锅在烤盘上放热等到完全放凉了 就拿出我从外婆家搬回来的石墨 少量多次的加入 第一遍磨出来是粉很正常 不用管它继续磨 慢慢的就会磨出像这样的芝麻酱 这里面我大概磨了快三个小时 真的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 边边角角都要刮下来 真的特别的香 特别的丝滑 给你们看看我的手都抹头皮了 芝麻酱和水的比例是1比0.85 用到单气快速的搅拌 搅拌的丝滑粘稠的状态 水比油重大家都知道吧 这样芝麻酱里面的油就会被撑起来 这就是水带法 不停的拍打加速油的吸出 像这样用勺子往下一摁 那这就是芝麻香油了 稍微有一点点浑浊 我们再用滤纸给它过滤一遍 会有点慢 但是过滤出来真的很清澈 一共做出了450毫升的香油 自己做的纯天狼五天佳更放心 快 这给你爱的人吃吧 谢谢大家